再来看看我们的国际机场 难道停个车都很困难吗 就是台中清泉钢机场 有名车和计程车停车阁 也有公车停等区 但是就是看不到游览车车位 结果大批的游客搭巴士 想在这里上下车 得要看大型车如何卡位 那么即使临停成功了 还得面对交通疏导催促 游客在此也要赶快地完成上下车 正非常的有压力 来看看这样的乱想 巴士开过来靠近机场骑楼 想要卡一个暂时停车的车位 很难 非常不好接 根本就车子常常进不来 开游览车卡位不简单 这台停好了准备接送 再看看车上的混路边的游客 想快速上下游览车更难 游客和导游得冒雨般行李 机场门外交通乱 警察先生按贯力疏导指挥 但司机面对这样的催促 路面上真有停车嘎骂 这位司机大哥得凑合着用 游览车开进清泉岡机场 堪称一味难求 因为靠近机场大门的路间 近一点的有警备停车阁 远一点的有公车停等区 但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到 给游览车的停车位 自身导游看不下去了 也忍不住摇摇头 只有四公车的车位 没有游览车位 不行了 不只轿车继承车 游览车也得和所有车辆 在机场大门外上演卡位大战 机场门外一边画的是 红线禁止停车 另一边画的是黄线 在这里有大小车 争抢暂时停车 还得达成接送游客的人物 不算很发达啦 游览车开到清泉岡机场 实在是好难停车 想下车的游客得慢慢等待 想上车的游客只好像这样 拖着行李讲电话 继续等下去 中文字幕李孟章 张军到台中采访报道